香港獲得08年北京奧運馬術比賽的協辦權 為了配合舉辦賽事 香港賽馬會將會改建現時沙田馬場 體育學院同商如何的設施 預計需要豪資7至8億 先由羅振邦在新加坡講講國際奧委會的決定 是不是由香港協辦08年奧運馬術比賽 在國際奧委會的協調委員會會議上 終於有了答案 在國際的主持下北京奧主委和國際馬聯通過友好協商 雙方就馬術比賽異地香港舉辦達成了一致意見 2008年在香港舉行的馬術比賽 將是一屆精彩的高水平的賽事 並且將在中國大陸留下發展馬術運動的遺產 一直努力促成由香港協辦賽事的霍振廷 這一刻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在一步是北京和香港成立統籌委員會 落實賽事 劉琦先生都提出來了 已經我都宣佈了說 那個馬術會搬移香港 我想代表體育界 我想和香港整體就很歡迎這個決定 一直反對由香港協辦賽事的國際馬術聯會就說 有信心香港會辦好賽事 We are going to have great Olympic Games in Hong Kong We a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國際奧委會就強調由香港協辦馬術比賽 並非基於政治考慮 國際奧委會相信香港有能力和條件 辦好2008年奧運馬術比賽 他們預計會有超過2萬名觀眾 來到香港欣賞賽事 亞洲電視記者羅振邦在新加坡報道 行政長官曾任權發表聲明 形容是香港體育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就說 在協辦賽事的同時 會確保香港運動員有足夠的場地接受訓練 陳淑莉報道 香港可以協罷北京奧運馬術比賽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說是香港的驕傲 香港得以參與其中 分享當中的喜悅和光榮 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2008年奧運馬術比賽 儀私香港舉行 一定能夠進一步提升 社會大眾對體育運動的興趣 鞏固香港作為體育盛事之都 為了配合馬術賽事進行 現時的沙田馬場將會變身 場內的彭幅公園會起身的空調馬扣 檢疫、隔離和練習場等設施 鄰近的沙田體育學院會改建成為主場地 可以容納2萬名觀眾 比城莊舞步和障礙賽兩項賽事進行 至於粉嶺雙魚河劇術學校和附近的高爾夫球場 亦都會進行改建成為越野賽場地 連串的改建工程會由香港賽馬會負責 需要耗資7至8億元 南馬會同時已經向地政總署申請更改土地用途 將現在體院內的足球場和高爾夫球場 改建成為永久馬房 亞洲電視記者陳淑麗報導 港業企奧委會正是物流緊固籌備協辦 北京奧運馬術賽事 其中更改體育大樓為奧運大樓的工程已經差不多完成 為本港四十幾個體育總會確立體育基地 陳淑麗說一下 香港首次協辦奧運賽事 這一個代表著奧林匹克的五環輝號 亦都首次出現在香港的建築物上 工人忙於做最後的內部裝修 務求令到辦公室和接待處等地方 都充滿著奧林匹克的色彩 將體育大樓改為奧運大樓的內部裝修工程 已經完成得七七八八 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來到主持揭幕儀式之後 就象徵著香港協辦北京奧運馬術比賽項目的工作正式展開 能夠協辦08年北京奧運馬術比賽 對香港馬術代表隊成員之一的麥嘉欣來說 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作為一個運動員 你有多好會在香港看到一個奧運的比賽 還有帶得到奧運的比賽 那些人和馬一定是最好最托 就算我們不比賽 我只這樣看你都會學到很多東西 有馬術裁判就認為 協辦奧運馬術賽 可以令到小壯運動變得普及 他認為現在距離正式比賽的時間雖然不多 不過香港擁有豐富的馬匹檢疫 醫療和馬房管理經驗 奧運賽事開始之前 只要透過大大小小的試驗賽 吸取馬術比賽的經驗 香港是有能力做得好 亞洲電視記者陳佩琳報導